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介绍过了Quiet Quitting 那甚至好像还讲了不止一集 现在要再讲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这些人比Quiet Quitter 更麻烦 就对老板来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Quiet Quitting的人 就安静辞职的人 虽然说在词中还是蛮奇怪的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Quiet Quitter的话 可能老板都还觉得 没差啦 因为你跟另外这群人来比 你还是不错 你至少把你该做的事都做完 你只是不会go extra step go above and beyond 做出你这个job description以外的更多的事情 你至少拿一份拿多少薪水做多少事 这是Quiet Quitting的概念 可是有一群另外一群人 就是只会说不会做 这个我真的也很有印象 我自己以前曾经在 我的某个舅舅的公司 就打过工 那那个公司里面就一大堆老臣 那那个老臣不是那个什么小臣老臣那个臣 不是耳东臣的臣 就是你知道臣子的臣 大臣的臣这样子 所以他有一大堆老臣在公司里面 那开会就是只会在那边吩咐大家做事情 自己从来不会做任何事情 就那公司后来就发生一些问题也不在了 那我也觉得很遗憾 但那个车太远了 那我们回来这里 所以这些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人 英文是有一个词的 我们光看他的标题就已经有了 So Quiet Quitters aren't the problem Save your ire for the loud laborers 所以 labor 是劳工 Laborer 劳动者 Loud laborer 讲话讲得很大声 所以我们今天说只会说不会做的人 就叫做 loud laborer 好 如果你看到这里想关掉 我也不怪你了 OK 来 我们看一下下面说了些什么 所以小标题 You know the type 你都知道那种人 You know the type These people talk the talk 什么叫talk the talk 好 我们这边讲一个概念 一个叫talk the talk 还有一个叫做walk the walk 所以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很清楚的是 后面这个talk有加the 那后面这个walk也有加the 也就是说他在后面的这个talk跟walk 可能都是名词 对不对 因为加the就是名词 所以这个the talk的意思就是 你那个行业里面的行话 the walk就是你那个行业里面 实际上操作的实作的事情 我举一些the talk的概念 因为我最近开始看那个Joeman 应该还是他的名字应该认为Joeman 不过无所谓 我开始看那个Joeman的频道的一些东西 我真的蛮佩服他做的影片做的真的非常棒 那他就去好像去日本 拍了一下日本的房地产什么什么的 他讲了一些词我就去 这就是行话 像什么呢 你的屋子 如果是你住在公寓大楼里面 跟另外一个大楼之间的那一个距离 最好就不要太近 因为太近窗户打开 你会很有压迫感 原来这个有一个词叫动具 你想想好像没说很多困难吧 这个词动具 所以一动一动之间的距离 动具 亚迪欲购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假设你是个房仲的话 你能够很随意的丢出这一些 你知道这个房子怎么样 那个动具很短 动具很长 这些 这就叫做the talk 那你如果说讲不出这些词出来 你就是你不会the talk 好所以 回来这个地方 我们英文有时候会有之后 就这句话叫做 Don't just 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所以虽然说我们刚刚讲说 行话叫the talk 然后你需要会the talk 可是我们又 有时候又很讨厌 你只会the talk OK 你会讲是没错 可是你口话话的 只会讲一大堆行话专业术语 然后不实际去做的话 公司还是不要你 除非你真的只是业务 你只是把东西卖出去 那你或许只需要 会the talk就好 但我还是觉得 你即便是业务 你可能售后服务 勤快一点点 就你的客户对你的印象 还是更好一点点 Right So It's a better idea If you can not only talk the talk but walk the walk OK walk the walk 所以这里说的 loud labor 大概就是 they don't walk the walk They only talk the talk 所以回到这文章里 You know the type These people talk the talk But for them Getting any actual work done is strictly an afterthought 这里又有一个英文可以学 所以但对他们来说 你只要把任何实际的工作 给它做下去的话 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个 afterthought So getting any actual work done is strictly an afterthought 所以这个词很有趣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afterthought 因为如果说 所以这里是我的频道 这个读到的地方 大概就在这里 老王自夸 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一下下 如果今天你去找Google的话 你Google afterthought 他就只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结果 叫事后诸葛 他说哦 事后诸葛 这个中文我懂啊 所以你就以为 你就可以 你就以为afterthought 这个词就可以拿来 去描述 就可以拿来把它当这个中文的对应词 来使用就是了 对不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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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当然希望Google 在这个方面不会catch up 我希望它永远烂掉 这样我才有存在的意义 所以容我来跟你解释 什么叫做afterthought 我即便跟你用英文解释之后 他都还是并不是非常精准 说真的 因为如果你只去找afterthought的话 他就会跟你说 就啊 你有一些想法 是在事情发生后才想到的 我说哦 OK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thought 是事情发生后才想到 这好像很字面的意思吗 那我问你要怎么用 你还是没有概念 因为没有一个例子或之类的 你不会懂的 所以我们再多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这个描述 来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 Google的entry问的是说 afterthought是不是一个侮辱 so sometimes calling something an afterthought is a bit of an insult 什么意思 所以你如果把一个东西称为afterthought 我们会说这是蛮侮辱的 为什么 好 因为afterthought就真的是 在我们可能今天在忙着做一些事情 做完之后才想起来 好像有一个东西没有处理到 然后会觉得很抱歉 我这样说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还真的发生过 非常抱歉 就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有一个有发现一个朋友结婚 结婚结果呢 那你知道结婚都会排那个座位 有没有 你坐在第几桌第几桌 然后你跟谁坐在一起 结果 他在排完大家座位之后 我们就觉得没事很开心的 然后就开始进行这个结婚整个流程 结果到了真的喜宴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竟然发现到哎呀 他有个表哥从台湾来参加他的婚礼 结果竟然 因为这表哥在我们在我们这个 就一大堆rehearsal或者就整个过程中 都完全有参与 还跟大家都变得很熟的好朋友 结果他在这个 就这大家入席的时候才发现 后里学 竟然没有排表哥的位置 表哥没有位置 那那那你知道婚礼 其实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 在国外的婚礼你要多插一个位置 进去那个食人的桌里面 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很尴尬 所以你 所以他的表哥就变成afterthought 你大家懂我意思吗 OK就变成afterthought 来我们这边有一些例子试试看 试试看来 我也可以念给你听一下 后面这个可能比较好 a diner at a fancy restaurant could note that while the meat is overcooked the vegetables are nothing but an afterthought 好所以你今天去吃一餐 然后一直在fancy restaurant 你注意到肉很好吃 煮得非常好吃 然后你吃完之后 跟朋友聊了半天 这个肉 外酥内软什么这些的 然后讲完之后 讲完才想到 蔬菜也不错吃了 然后对对对 蔬菜也蛮好的 所以vegetable呢 就只是一个afterthought OK吃完饭之后才想到 好像那个也不错了 这样子 OK 所以你说跟事后诸葛一样 差太多了吧 对不对 OK差太多了吧 所以前面一个例子也说 movie reviewer 他可能会抱怨 抱怨说什么呢 就电影中有些女生的角色 根本就只是一些afterthoughts 就你先把一些主角拍好了 然后就有个女生角色 可能出现三分钟的电影而已 那我们就随便找个人来演好了 所以这个female character 就只是一个afterthoughts 所以跟事后诸葛有关系吗 屁关系都没有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对他们来说 对于这些loud laborer来说 实际做工作 只是一个afterthought 他们把他们该讲的话讲完 就爽了这样子 OK 好 所以前面讲了半天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有些能不能看的部分 来 所以这里说 the discussion about quiet quitter has entirely overlooked their noisier cousins 所以我们讨论了半天 讨论quiet quitter 可是我们却忽略掉了 他们这个 更夸张的的一些表哥表弟 noisier cousin 这是那个比喻的说法 cousin你知道就是表兄弟 表堂兄弟姐妹 全部都lum在一起 noisier cousins the loud laborers 读一下给你听 if you have had a colleague who spends more time talking about work then actually doing it then you have witnessed a loud laborer first hand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colleague 就同事 那他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讨论工作 而不是实际做工作 spends more time talking about work then actually doing work doing it then 那你就是 第一手见证到 什么叫做 loud laborer then you have witnessed a loud laborer first hand so if you witness something first hand 就是你第一手见证的这件事情 还蛮酷的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再往下看 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句子 是一个 今天讲的一个文法的东西 虽然说前面扯半天一个别的东西 但我今天是有想讲一个特殊句型的 这个特殊句型就是 来 我先把这句子读给你听 你看你能不能就能辨别的出来 他前面讲了半天说的是 以前的 loud laborer就只是嘴巴上会讲 就讲说说 我昨天做东西做的好努力 付出了很多 那事实上屁都没做这样子 我花了很多时间 那只是讲一讲而已 这样子 所以现在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这些 loud laborer的伎俩 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他们会常常 或之累的 或讲说 好累 什么干嘛 累个屁 你什么屁都没做 所以 as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so too have the tactics of the loud laborer 这句话 再读一次给你听 as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so too have the tactics of the loud laborer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as 也就是随着什么的概念 我把这句子直接抄在这里 我先把这个句子的 你可能比较熟悉的写法 我该写了一下 读给你听 as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the tactics of the loud laborer have become complicated too 大家听懂 所以随着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些 loud laborer的 tactics tactics就是战略策略的意思 所以他们的伎俩 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so the tactics have become complicated too 所以这里不用连接词 因为as已经是连接词了 所以这个to你应该懂 就是也 对不对 那这边可以改成什么呢 把so拉进去 ok 然后呢 这个to呢 就直接接在后面 so as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so too have the tactics of the loud laborer 这个so too 那后面你有没有发现变导装了 ok have the tactics of the loud laborer 而本来那个complicated这个词啊 被省掉了 这种导装句的结构 常常他原本的动词是会被省掉的 我们只需要把类似注动词留着就可以了 例如说have 虽然说have我不太同意是注动词 它是完成式子结构的不可缺的一部分 但如果是别种实态的话 可能就会是注动词 我马上写了一个例句 另外一个例句给你看 这例句说的是 随着我的这个心智渐渐的成熟 那我处理一些社交情况的能力的方式 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听起来可以 所以这句话说起来就是 as my mind matured so too did my way of handling social situations 这样就ok 所以你看到是过去是 as my mind matured 随着我的心智 matured是我的动词 所以原本这边是 my way of handling social situations also matured 或者matured too 这样子 ok 但我就把它改成 so too did my way of handling social situations 大家听懂 好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剧情 那也希望你看了之后 可以试着 你如果可以去试着造句一下 也不错就是了 好 那我们讲到这里 你的工作中有没有这种 loud labor呢 我相信有了 我以前有没有 刚才说过 在我舅舅公司里面是有的 到这里就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imientos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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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